相信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留意到路边的广告刊版吧 那除了有商家在广告版上强推自家品牌的新产品 近来有一些政府部门的广告版上就出现了明显的部长个人照 而这个举动呢就让首相媒体顾问卡迪耶辛发现了 还特别拍照放上社交媒体讽刺广告刊版是放错了重点 因为应该要突出的是政府所推广的议程 而不是部长的个人形象呀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一项有话直说的首相媒体顾问卡迪耶辛 今天在自己的面子书账号上上传了一张显示多张广告版的照片 广告版上也可以看到两名内阁部长的肖像 他在贴文当中语带讽刺地表示 政府应该是要以民为本而不是去搞官僚主义 让民众崇拜部长或是公务员 为了追踪1MDB遭到滥用的资金 反台会在早前向80个人 公司 政党和团体发出传票 要求他们把一共4亿2000万的1MDB资金归还给政府 对于那些没有在期限内退还资金的单位 反台会主席拉蒂花扬言 将会在下个星期开始陆续把相关人士告上法庭 不知道你是否有注意到近来身边的人都在感冒和咳嗽呢 卫生总监诺西山发文告指出 从今年的12月中开始 流感和呼吸道感染疾病的病例的确在增加 不过还是处于正常水平 卫生部也会持续监督相关疾病的情况 吉达总警长周开记者会时透露 警方在圣诞节当天接到一名华裔商人的投报 声称住家遭人破门而入 并盗走一个保险箱 里头还存放了大量的各国货币 总值7万令吉 警方随后根据商人提供的闭录电视画面 在两个小时之内把两名小偷给逮捕归案 有一个正式的信任 與你负 Foreign 演员 警方 聚二 赞绽地 至于 便利 人 警方 除你 至于 太使用